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对重 第一 他人正谈话 不在中间插言 两个人在那里谈话 不论他们两个人坐着或者是站着对谈 咱们不要在中间插言 人家的话还没有谈完 咱们不可当着人家的面谈着 这是大毛病 这个事情太不合华了 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 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 就是短短的说完了 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 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无给同学们说 现在这个情形无见了很多 一个人 两个人 谈着话 当着人家插嘴 这个是大毛病 那这个 这一条啊 可能我们自己也常常患过这个毛病 就是那两个人 他们正在谈话当中啊 我们就插进去了 打断了他们两个人谈话了 纵然我们讲的短短几句 那总是打断了 可能他们两个刚才谈到哪里 一时又揭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 对人也不礼貌 我们不要啊 在两个人在谈话的当中啊 去给他们插嘴 这个要避免 这一条啊 他人正谈话 正在谈话 我们不在他们还没有谈完的当中啊 去插嘴 这个要避免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这一条应该都比较容易懂 虽然容易懂 但是很容易换 往往我们忘记啦 那可能患了这个毛病啦 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 如果过去常常有这样的毛病 我们就要时刻提醒这一条 好 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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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